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看着他们急的都要撞墙了 我不明白 刘老师 就说好些周围的朋友 你们不是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说过中国股市 好 你知道吗 就是身边的朋友 从来都是说中国股市是陷阱 但是为什么永远看见你们发牢骚 永远被套在里面 那为什么还要干呢 我不懂这是怎么讲的 还要找出路吗 有钱也得要找出路 有钱没处我夸是吗 一个是这个 再一个我们也得谈文化问题 就是中国股民他有一首歌 比如说股民老张那个人 他说我来到这里的动机并不高尚 但是我起的作用却能兴国安邦 然后这里不是地狱 也不是天堂 这里不是银行 但也更不是赌场 离不开的股市下不了的岗 这就是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他这个意思是谈的世界各国 这咱们咱们也真得说点大道理了 世界第一强国 从我们说16世纪 1600年 17世纪 1600年荷兰 统治世界金融强国80年左右 以后让位给英国 再到美国 没有一个不是伴随着世界第一资本市场中心的转移而形成的 所以你这一个国家要强大 两点 你不能老在低端制造业给人家打工 你得占领金融 你得占领制造业的高端 像咱高铁 那美国人承认这是制造业高端 特高调电网也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这国家的老百姓 你不可能永远就跟我们 你不可能祖宗是农民 不可能就有可能他就进城了 你永远做手工的 劳动力秘境的 有可能咱就从蓝领到白领了 咱工资要从1000到3000了 所以大家赚钱的方式 也就从劳动力收入 工资收入 到做个小买卖 个体户弄个发廊 这叫做我们叫做 叫做经营性收入 最后必然转移到资产性收入 就叫财产性收入 你的钱得会生钱 各个发达国家 你随便说 美欧日哪一个国家 他的收入 他也离不开资产性收入的财富 他毕竟来的可能要靠智慧多一点 轻巧一点 速度快一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金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战略制高点 你中国要想强大 你得先在资本市场上发展起来 你得做大市值 你像美国人今天 就这么往猪肉里注水 大家还 美国人还建立信心 没意识到吗 本来美国美联储 现在一个月印850亿的票子 400亿往一级猪肉里注 这是买美国国债 现在那两房债 你有印象吗 当时防疫产闹危机吗 现在人往二级猪肉里注水 450亿 每个月要850亿 这印的美国人有滋有味的事 他们惹出了麻烦闹出危机 今天人家你到美国 你看你去 你看美国人有危机的感觉 一个一个特幸福 吃穿住 现在都有保证 还便宜 是 今天出现一什么现象 文涛最重要是我后边这句话 现在美国人说 美国人心里成熟 因为他大 他是跟大安大利亚湖似的 你这儿是昆明湖 他往里边弄几顿水 他不觉得 但是美国人知道 再这么进去就完了 他的核心债务问题都没解决 所以伯南克老想停下来 这一停下来 全世界都不干 不能停 你就得印票 你看 你看香港不干 欧洲不干 逼着他 说你不明智 最近科鲁格曼也批评伯南克 这将成为历史的版 全世界逼着美国人卖猪水猪肉 你说这个情况 这就是金融大国 国际上美国人这么弱 你说我倒了雷曼 整个大宗买卖 你们中国石油也好 煤炭也好 定价全在我这 那是资本市场定价 他是老大 所以你说 你就为什么不明白 为什么这金融 这就是金融 我就回答你这问题了 所以我这外行 我这几年 为什么还得发展呢 听明白了 就是美国 这美国很精嘛 你也不能叫做精 他也没有办 现在他基本上 美国现在是已经 无计可施了 无计可施 但是问题是 他真的是全球的核心 在金融市场里面 当他真的是大到这个程度 重要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根本他都身不由己 那他就躺在大家身上了 所以说 大家也怨他躺 现在他不躺 他不行 另外这金融的奥妙就在这 人家说 这个量化宽松 这是日本人发明的 就当这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降息 你为什么降息 就把你们钱挤出来 投资消费 都不管用的时候 开始就印票子 买国债 他印票子买这国债 和咱们这个 做鞋做帽子 血汗钱买那国债 在市场上一样的 所以这种缺德的事 人家就说了 只有日本人能想得出来 美国人能干得干得起来 今天人还停不下来 他为什么停不下来呢 就是他现在 第一个就是文道说的 他当然想听 你这样一下去 你这胡再大 你这猪肉里老猪 你心里踏实吗 道德咱先放一边 老子们印象去美元的地位 就真的要被人民币取代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无计可施 谁到了美国 除了这招 他都得 你没有办法 我们中国就不一样 他是没牌可出 只能出这张牌 16.39万亿 美国的债务中 你看那个 在那个 那个 那个 纽约时代广场上 那大国债中 他每天付多债 都标出来 现在每个美国人 3.3亿 5万美金 他这么 他不知道怎么还 这利息都这么高 所以美元的问题 没有解决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没牌可出 谁上台都得这样 咱们中国就不一样了 能出的牌特多 关键是不 好牌都有 就不能出错牌 可这几年 咱们每次老选一张牌 出错了 包括救美国 包括一系列的 包括我们今天 钱多闹钱慌的事 所以这个问题 就说了 金融 把老百姓 把我们股市 弄成这样 咱们国家怎么还得发展呢 领导得认识了 这你要崛起 非得靠这个 再一个老百姓 也真的是 有人说记吃不记打 赔成这样 现在老百姓 现在这招已经 中国的经济总量 钱多 还有成长性 绝不应该是这个点位 你发展中国家 成长性这么好 你怎么也得弄得三四千点 你才能扩大直接融资 是 对不对 你说那安倍经济学 他一上台 也跟我们新领导 上台时间差不多 他就量化宽松 他决定 今年 你五十万亿日元 每个月平均 五十万亿是五千亿美金 每个月四百五十亿 他一季度经济全面上涨 虽然这两天有点反复 但总的趋势是没法改的 他把经济带动了 而且他的微信创了战后 日本首相新高 就是那这个印票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 它是促进经济还是破坏经济 所以这里边要看你印的是什么颜色的票子 美国人印红票子 对他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对他来讲就是好 他可以把危机转送到所有持有绿票子的人手上去 美国人印绿票子 他美国人印的绿票子 对 我们是印红票子 你是被动的印 我们是跟着进 他有多少绿票子 所以严格来说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再一个就是好不好看站在谁的标准上 站在我们道德的水准上 这就是不道德 所以不对 你应该货币跟食物对应总量 这是有规矩的 你现在往猪肉里注水 你说好不好 可是我不猪肉 我不注不行 猪都没了 那什么事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洗碗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但你现在我们国家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有钱荒或怎么样 然后我们印了很多红票子 那这个红票子你说是不能弄 但是问题是这几年又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无用的重复的过度的投资 比如说过去几年来 比如说做基础建设 已经建到就是无可再建 现在还拼命在想办法 很多地方还在想办法 砖一些空地出来再投进去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城镇化这个发展上 说下一步改革 本来可以吸收的 发盖委那可能人们传说要 这次要花40万亿 因为中国城镇化这个潜力很大呀 毕竟很落后啊 这40万亿的钱从哪来 风险谁担 所以就涉及到了一个除了企业 刚才我们谈的金融的问题 钱多闹钱荒体制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必须提 现在我们中央跟地方的政府 他不像美国 他起码他就在联邦体制下 每个政府对自己州里边的资产负债表 他付多的量 他是他必须要考量的 我们这全都是中央把老担心地方 闹风险 中央是第一怕企业闹风险 第二怕地方闹风险 所以就老集权 集权的结果把风险都集中到中央 就像你说的 地方现在很多项目 四万亿也是我们当时上街政府 那救美国那拼命拉动的 当时我们温总理第二年被美国人还评为了 拯救美国的十大人物 这是2009年12月 美国就是你们这些媒体评的 评选的理由就是 启动四万亿 这个新闻是网上都能看到 所以当时我们启动之后有些项目 第一个我们地方经济都想做出正解 确实基础设施很落后 第二个有些项目 你必须要持续的把它完成 第三个地方的财力 它是不独立的 它没有发债的权 比如美国的市政府 它可以发市政府 都可以发债 所以我们现在 唯一的地方的来源变成什么了呢 我们说现在它有三个财政来源 地方政府也是绞尽脑汁 它想一个是税收 跟中央分点税 但是赢改增之后 它资金地方政府觉得亏了 原来咱俩分成现在都变成你的了 这块它觉得少了 第二个它把希望寄托在卖地的收入 地方要干事 相不然就垮了 卖地收入 土地收入 但是房地产我们要挤压的话 这一块看来它也受限制 所以就起初发展当地的国有企业的国有股票 在市场上套现 给地方政府增加点收入 现在这都是资本市场的压力 那这种情况就像文道刚才提到的 那么你这么多项目 这风险谁干啊 现在的体制 都是各个地方跑到发改委 要项目要钱 批了以后 大银行给这边贷 这是第一个渠道 因为认为贷给政府 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都地方给出担保 对 比那些还不犯错误 政治上 因为国有的四五大银行 他不给地方政府 不给大央企带 他们并不缺 他给他带 这是第二点呢 那就是地方政府本身 拿到这些钱之后 他现在的债务就积压过多了 所以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分析 就集中到这几大块上 一个是地方融资平台 他们都办个公司 拿这公司去跟银行带钱 第二个就是理财产品 是吧 那么所以融资平台 理财产品 还有房地产 打压以后的风险 现在这三块 因为现在体制内的资金 也集中在这 体制外的表外的理财产品 的很多钱 现在一说就要拿到 十五十六的成本 谁能付得起呢 房地产商 现在房地产商一个是困难 多少钱我都敢贷 反正到那会儿 狮子都都不咬 现在真有这样的 你要多少利息 我都敢要 地方融资平台 实体经济支撑不了 所以这些钱也跑到这地方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的风险 最后一旦爆发 是几大国有银行 为什么我刚才提到银行的数字呢 这种银行的风险是集中的是中国国家的信用 所以中央政府就把这块看得非常的恐怖 他说这要风险出来 整个银行系统系统性风险存在 所以就调控 就紧缩 如果要把中国的每个县里边都有自己的银行 我们也搞五千家 六千家呢 我们就不怕 对啊 你说美国有九千家银行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多弄点银行 还是闻到这句话 不放心啊 这个计划体制跟市场体制的一个最激烈的程度 就是配置资源 就是你老子啊 永远觉得你 不行 会不行 会出问题 所以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那 这种体制不改变就出现了 你都大了 本来你应该担风险 你现在什么风险 也不担 什么权力也没有 可不是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 结果来了事 你老子也都担着地方 这怎么跟我们电视台内部的事听着一样呢 你们也是 不是也是啊 就是现在很多我们这个电视台也是这样啊 为什么这个有些要出去办公司的 要自己 他原来管着的 他总是希望都归我管 但是实际上呢 你压力也很大 很大 对你还不如呢 让一个节目或者一个这一个市场化经营市场化去制片 当然 但是这问题是另一方面是个权力问题吗 嗯 就是他当然他除了担心你孩子搞不定之外 还有就是 这些都都都在我手上 所以我这个权力是集中的 这是问题的本成 现在就提之第二点 就是所有钱先收到我这儿来 谁要花钱再从我这儿给 没错 这叫什么转移之父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多光彩 人活的不就是这自我实现吗 钱都拿我这儿来 谁要也都我这儿分 这三里和门口 要是 啊 人庭弱势那都红火 这证监会门口要都来跑上市 那我在哪的地位都高啊 这个是不是问题的本质啊 所以用文道的文化的来研究 就是咱们还得研究点 老子的哲学 无为而至 欲将取之 必先与之 你现在很多的事情 你不给地方政府权力 所以现在他贷款的冲动很大 他就想他好像从你单独看 控制他是有道理的 但是你不给他的结果 最后风险都集中到你中央 没错 真的 这是跟中国电视改革 我听着都很像 就过去 你像我们一个传统的电视台 他在里边啊 不管各个部门之间呢 他没有风险的 是 于是没有风险就没有效率 所以你看 你像中国好声音啊 或者卫星们一些成功的节目 就是他地方电视台啊 他有这个魄力了 他呀 依托市场上的制作公司 咱们共同经营 当然你就不要再想 什么都是我的 你必须把一定的权利 包括一定的收益 交给人家 交给市场上的公司 结果这样你看 最后产生出来 这中国的一些娱乐节目 就很火 他跟这个精英机制 所以就是体制 今天到了这个关头 我们还扣回刚才 文道问的那个说 下一步大家怎么就都没底了呢 下一步怎么办呢 所有人都寄托在三中全会 秋后的三中全会上 但是三中全会 现在的模样是什么样呢 也不清楚 你就连这两天 这金融都这么反复 这边是不能当奶妈 较紧 你们钱已经够多了 你们要无非在体外 所以我就要银行 现在前两天是银行闹钱荒 那不是中小企业那楼钱荒了 银行为了赚钱 那有很多过去 他们自己有个资金拆借市场 短配偿 短期的资金 他往往到那去拆借 那个利率正常情况是3% 那两天种种原因闹出一个将近30% 15% 30%都出现了 这就说明他35% 30%是指什么呢 是指一天隔夜拆借 有七天的有一个月 他按年化收益率 平均银行的拆借从3到30% 大家就觉得中国经济出问题了 是这么来的 但是这边就要求央行 你放松流动性 你不能不让大家这么紧 央行就说调结构 我要一心词手软 坏结构坏人坏事又干不掉了 要顶 可是顶的话股市做出反应 暴跌 暴跌的话你放松不放松 你救不救 好坚决不能当奶妈 那好第二天继续暴跌 所以从昨天中午 大家一看啪 上午的100多点收回来了 这个200多只 似乎100只股票跌停 没有一直跌停了 就是知道晚上央行决定 您还得放水 就还得放水 你要不然怎么办 你不能让这休克聊吧 这一下晕过去 那没危机 咱也出来危机了 要过去了再回不来怎么办 哎呀 这个中国有句话呀 叫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是吧 但是实际上经常变成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那没办法 这经济也就是这个实际的事情 但是你看你就这样 补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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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到最后啊 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 就是一个包袱 会不会破有一天 千疮百孔 你只有这两个选择 你要么就倒逼改革 你现在的 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很多 但是为什么不像 这欧洲 美国那动不动人 华尔街人闹一场革命 因为咱们经济上没出大问题 大家日子好过了 地方经济 你到各个江南那些城市去 真的很漂亮 咱们说实在的 真比北京好多了 而且咱们有很大的进步 对 因为咱们稳定是经济上没出问题 但是如果这样下去 股市里边还有一个复杂的 不公平的分配问题 今天我们来不及谈 这个先去下广告再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会出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现正启航 请登陆官方网站报名 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之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悠然品黄山 一山一世界 鲜活的黄山 两千七百年酿酒传承 八百年人名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您这意思是中国经济会出问题 如果你老出错牌就会出问题 本来一把好牌也会打坏 因为现在的形势 如果一旦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遇到一块 那是不可控 现在你经济好 你至少你有几个人激进一点的谈谈颜色的革命 那你谈吧 你没有市场 大家尝到好的事 但是如果这样走下去 我们确实很让人担心 因此我们只有两个出路 一个在这种形势的严峻性逼你改革 改革改什么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谈话 把很多实质性的问题都谈到了 打破金融垄断 为什么你老不放心 为什么不能一个线办一家银行呢 你把这些银行再拿到深交所去上市 就等于栽了一棵梧桐树 他们再回过来给中小企业贷款 我在08年 咱们做过一次枪枪三人行 你还记得你说 说人家说我们是怎么着 是老虎是狐狸 狐狸才打群架 我们当时十个教授有个上书 你记得吗 马光远咱们那哥们 说我们是你们没出去 人家老虎人家单打独头 你们还凑十个狐狸给中央提议的 当时那个提议经理 就当时就说抓住机遇 每年要办三百到五百家 现役股份制银行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态 这一晃五年过去了 我们早就说了 总理也不是每期都看咱们节目 然后跟着又出一 去年不是还 结果去年又闹一堆地下钱庄 你正规金融发展不起来 可不都是走地下钱庄成本上 所以要下决心改革 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主基调我们必须坚定 工员应该多看看咱们节目 只要后边不再出测牌 咱们还是来得及 主流还是好的吧 是吗 是中国经济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段文明启示录 这本表现在 怎么快 你其实现在 我也不愿意 有没有 我就知道 没